苗栗县公管乡北河村苗26县 往北河国小就职的产业道路 长期有继承道路的争议 县府邀请地主来会刊 表达对私人徒弟认定曾继承道路的意见 不过多次封路引发争议的地主却没有出席 而县府所收集到的陈述意见 也会成为申请认定的重要依据 公管乡北河村苗26县 往北河国小就职产业道路 全长两公里多 县府邀及道路内36位的地主一同会开 委会再制作一个表 请地主明确宣告他的一个 占有的面积占有的时分 坐落的位置等等之外 那看他也请他明确表达 是不是同意相公所来申请 向县政府来申请 这条所涉及的道路上面 他们所持有面积或持有时分的土地 来由县政府来认定为基层道路 这只是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做一个医院 医院的收集 其中一名地主多次封路的区段 现已装上铁门 机车行人勉强通行 对于多数的地主们而言 以往这条路进出已经成为常态 但依旧有不同的意见 公管相公所提报申请认定基层道路 需要村民意见为依据 已经超过两三年了 一直在封 那今天县政府他来做这个认定的程序 把它做完整 那我们所有的地主几乎都是 全部都是同意的 都数地主皆有参与 也表达同意认定基层道路 然而多次封路地主则未出席 毕竟这土地蛮多池分 那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相关的面积 因为最终还是要看是不是 持有这条路总池分 是不是占大多数的地主 同意 同意那个 同意或是不反对 不反对任基层道路这件事 那如果做出来以后 这件事统计完 我们刚才我有说明 是还要 还要县政府内部的程序 把它签准完 然后再做一个公告 丰路争议迟迟无法解决 地主以及居民也困扰 如今只能判相关的程序 完备之后快速申请 能够有更明确的结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